好那我現場還有一個PTT鄉民逸修 逸修怎麼觀察 這個今年的選舉的過程當中 蔡文實際上這個2016年 取得689萬張選票的支持跟勝利 可是2018年留掉200萬張選票 你怎麼觀察小英完全執政之後 交出來的政績 那像你這樣的30歲的年輕世代 是如何看待如今的執政黨 我要先就是誠實一點 那個小英那個上次689分位是其中 那今年會是劉思的200萬之一 那我們其實是用 那你是高雄人 你的選票戶籍在高雄 對我是土生土長高雄人 我大概大學是到研究所 是在台北念書 所以我在台北待了很長一段時間 那退伍之後回到高雄去服務這樣子 對對對 那我是覺得這一次的 就是說我們剛才 我想回應一下汪大哥 剛才講的這個議題 就是說 那我每天講中華民國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OK啊 可是大部分民意是這樣 但是獨派的勢力很 他們講話很大聲 因為我在我的臉書上 我自己本身的歷史系的碩士畢業了 那我的 我們歷史系很偏綠啊 講真的 那我是少數比較沒有那麼深綠的 那當時選舉完之後 哇我的臉書大概三天 三天 全部都是爆炸文 每天說我要當中國高雄區的人了 我要當中國台北人 然後每天都做好這個 這個然後要包括還有公投議題 那因為這個扯永就不講了 那他們是 其實獨派的這一些或台派的這些朋友 他們是一整套的邏輯 大概就是比較左派 有點左派有點理想性的部分這樣子 那所以剛才汪大哥講的那個 我是覺得太樂觀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重點 民進黨本身啊 他的很大的一份組成是 是獨派 這些人不見得是民進黨員哦 可是他們是民進黨的金屬 他們是民進黨的中間骨幹力量 還有他們是民進黨最草根的 強悍的一群人 講話最大聲 所以這個主張 我覺得如果我們喊得出來的話 那OK 這個我覺得有可能會成功 但是以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因為小英 他現在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剛才好多這些大哥 還有這個林光姐 講了很多問題 都根據在一個核心 我們剛才都沒有談到 小英現在蠻老子想的 就一件事 2020 其實我們下面在看 就很明顯的是說 小英在想就是2020這件事情 那2020要幹嘛 他一定要在那個什麼 連任啊 那連任第一關是什麼 初選啊 那他現在初選都岌岌可危了 他現在好不容易呢 去找一個謝系的大師兄 那來 卓隆泰 對我們這個卓秘書長很優秀 那來到這個來想辦法幫他卡 畢竟謝系跟小英 他們是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上 可是呢 卓隆泰不得不說出一件事情 沒有這個什麼 現任優先啊 什麼大概還是要打一些 打個原廠啊 在我看來有點 有點屁話啦 就是 就是要做一下這個樣子 那所以小英在這個時候的時候 他就做出了很多 很多讓我們不太理解的事情 第一個呢 像今天昨天有這個鄉民在討論很多 就是說 小英竟然唱了無黨所忠 這實在是很驚訝的事情 那為什麼他這樣子呢 那他代表他要往一部分去抗 可是他要打科P 所以他又要討好獨派 所以這是我覺得目前小英最大的困境 不僅是這個幕僚 我們剛才在閒聊的時候也在 開汪達哥玩笑說 他應該去當這個鷹派這個 這個很強這個支持者 但是這個幕僚啦 或者是發言人這樣很清楚 可是其實小英自己本身路線的一個搖擺 他其實現在滿腦子想的就是2020 所以建基在2020身上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對於這個政治的敏感度 我覺得他是有嗅覺的 哪裡好他就會往哪裡去 所以整個狀況run起來的時候 我們今天討論很多 可是乍看之下好像是這個什麼 因為之前小英其實他是想要跟川普 這個有點政策上的一個互動 包括我們這個WTO 我們就進入了這個 以開發國家之力的這樣子 就是我們有宣告想要進入一下 這個其實也是川普 在制衡中國的一個策略 那他也想去配合 可是這個配合之下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九合一大選敗得很慘 那為什麼九合一大選敗得很慘 那為什麼像你這種人 2016年投給小英 然後今年你實際上離開民進黨 所以你在高雄的選票 你事實上是支持韓國瑜的 對沒有錯 為什麼 應該說我覺得小英 他其實有值得稱許的是說 他真的想改革 講真的 就我們沒有看過總統 第一任就拿生命去賭嘛 賭這個改革 但他改革有三個問題 導致說很多人離開了 尤其是我們剛 就是因為我們讀碩士 所以比較晚進入社會 但是我們進入社會 就面臨到很大的問題啊 高雄就是普遍低薪 像我老婆的 我太太的這個同學 81年是二十幾歲的 那他們竟然一個會計 就是小公司會計 這企息是一萬八 好不容易加到兩萬八 高雄現在還一萬八 對啊一萬八一萬九啊 現在嗎 對對對對對 然後加班 要加加班才看起來22K23K 這樣才不違反勞基法 可是這在我們台北的 很多這個大 就是我們的長輩 這些前輩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我們高雄在地的這個經濟的狀況 大部分的小老百姓其實是 是很硬的啦 講真的年輕人真的是沒有什麼未來啦 那這個問題是 雖然說生活便宜 可是你的機期太低 所以你調心你調20% 跟在台北 我台北這個我當兵的同梯 他們台大碩士畢業 一出去六七萬 那他機期高啊 他跳下一個工作就九萬了 我們上次吃飯可能聊天的時候 那你為什麼不留在台北工作 如果台北的工作 比較容易取得薪水的成長 對這我是逆流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少數之後回到高雄 是因為家裡有家業啊 對那因為覺得媽媽就是 我們在台北讀書讀了快十年嘛 回去覺得媽媽變老了 就是回去照顧家人 對有點覺得有點心理上有點難過 就是說好像好久沒有好好跟家人相處 可是回到老家面對現實 就是薪水真的差很多 我們也很希望給我們的同仁員工 好一點 我們其實已經領先同業 可是在下去的時候 變成一個很大問題 我們獲利不足 客戶可能會 你們做什麼家業 我們是做事務所快事事務所 哦你們家也是快事事務所 是你媽媽經營的 對對對 你媽媽經營的 而你是接手媽媽已經經營的這個基礎 然後接手媽媽的事業 沒有媽媽還在做媽媽是老闆 那我現在是就是跟媽媽一起做 媽媽打雜 對對對 算啦小主管打打雜這樣 制定一些SOP 我們有些idea是 我們有去 我有去過國外一陣陣 然後就是一些idea 高雄就是普遍低薪 對對對 就為了可能為了一個月 300塊的記帳費 那一年3000的話 跟你說你太貴 然後他就移走了 那我們就客戶 如果一間這樣移 那我們一個時間 我們現金流降下來的時候 我們每個月要付 勞健保勞退 一個月就要付個3萬塊 剛才各位就是前輩 談了很多就是大 大型的一個狀況 可是其實像剛才這個 汪大哥也有講 很多指數都上升啊 那我們都一直覺得說 是不是小一不懂的溝通 所以指數都上升 那為什麼我們大家過很苦 像友台有一個很長 這個上電視那個 引動命叫林嘉欣大哥 那他常常在講 就是我就感受不到啊 為什麼感受不到 因為我覺得 現在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兩岸現在剛才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司聰大哥 他也有講到嘛 我們現在這個是說 我們到底是在中美 這間位移的狀況 可是其實我們要知道 高雄的問題 最大原因是什麼 高雄是中小企業很多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中小企業 財富集中 因為現在就怎麼樣了 財富呢 我們往中美 中貨美靠動的時候 誰有能力應變這個 只有大企業 對 小企業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 就財富集中 那另外喊台獨的話 有一個所謂的 對 財富集中 那中小企業窮被殺價 我們這些庶民就受不下 就落落相場嘛 然後中小企業殺 然後再殺快進市事務所 快進市事務所在殺基層員工 而且我們是 我們是末端產業 對就落落相場 因為你開公司 你不一定要記帳啊 有可能你不要發票啊 小店幹嘛要發票 可是我們是末端產業 所以我們都給感受到如此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